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看见我突然这个紧箍咒了没 那问题是 你也不是学电竞专业的呀 既然这么困难 你换个工资实习不就好了 我才干了几天我就换工作 显得我又怂又没出息 我绝对不能当逃兵 不过仔细想想 还是在学校好 至少干什么事情 还有个及格线 你说你看我一工作啊 身边就是吸血鬼一样的老板 背地插刀的对手 还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男神经病 好了 等哪天我报复了 姐姐我报呀 姐姐 你开淘宝店 什么时候能报复呀 谨言慎行啊 我可是搞电商的 好 楚天 你用我这么多一次性 截面金干什么 差几个人 我问你那个电竞战队 差几个人 现在只有我同学一个 老板指定了一个臭屁大神 死活也不来 别人我还没来得及找 那我来 你什么呀你就来 楚天啊 这可是打职业电竞 人跟打游戏可不一样 你过来 2 2 2 3 3 4 5 5 6 5 5 4 5 5 5 6 6 5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你这个连击速度和精准度 说不定都能比上萧毅川了 萧毅川是谁 他 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 欺压我的臭屁大神 萧毅川 不过刚开始 那么多枪 你为什么都不剪啊 因为我只喜欢用国产枪 赢了 厉害呀 这是基本操作 新手分段太弱了 我把游戏视频先发给你 别人这么说我可不信 你这么说我真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